以下节目指标及主持人的个人意见,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想品味有意,产生期望落差 请自行参与坊间风平作出适当的期望管理 好,快up10分钟了,这个节目有两个key points 一是快up,所以是废的 二是10分钟不敢说,10分钟就会下班 是逢星期一都会推出的节目 都是跟大家说说所有的事情 因为是2020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一 这集是2020年的最后一集 作为一个邪教,有些仪式是要做的 所以这次的10分钟会长一点 对新的听众说声,作为一个煌劇的邪教 是有交易的 咸如青菜,各有所爱 我们只是批判作品,不会批判持有不同意见的人 我们就感谢了听众 话说这个台由3月开始开了课金系统 有paypal,也有payme 可以给听众课金 活一年走过,也有很多听众的支持 基本上每个听众的课金 我会在一封信里写多一行 叫做感谢信 决定是在年底的时候,我会读那封感谢信 我逐行逐行读出来 2020年的自亲爱的听众 Love you 300, thanks for watching You got 50 50 chance to guest Porn, too late, you are dead 你别问为何开头全部都是英文 每个人开头写信都会有少少捉不到方向 What the heck, said Charlie Hong Kong is changing, right? Sat the ghost is changing Spelling is important, sir Sat the angel with the broken wing 他也有一段词,我读完读了 他说很喜欢听你的废话 你的视频真的好像邪教 越听就越喜欢你 都喜欢你的编门介绍和剧评 很开心可以透过煌剧找到 和自己相同价值观的人 即使数未谋面 课金支持教主表示从来都未课过金 他说即使其他的社运Youtuber,我不见到大百人赚着捐 但就觉得需要支持一些有质素有心的小众Youtuber 不想因为付出太多,但收入未成正比而放弃 喜欢播剧就默忘初心 自然会有人喜欢听你的会议,那就加油 好,感谢感谢 Kiki Kami, right? The ghost is confused 那就是学生支持,继续加油 Well, no, 100 max, said Wilson I can't waste to see U-L-S-H 抽蛋 他就说课金比教主抽蛋,祝你抽不到重复 其实你的不货金,我是真的再买多次抽蛋的 End up,都是不断重复的,所以我就没拍到影片了 To my dearest friend Yoke Chartiffa love you 300 Yong Lau is 100% done James 说比教主货金让生 多多说要买100支麻油 Leon 纳道说教主开payme教徒容易奉献 NTT 说补回少少被人击的创伤 Chang 课金,让教主买零食去煮茄 Terry 说小小心意支持直播读书 Yong Lau 问教主最后拖地拖了多久 J Dup 说下次喝琵琶糕和记得播广告 SH Learn 说最近忙了就少看教主的影片 放不到feel,就唯有課金 R U P 说教主爱爱你,我也爱你 James 说让教主买家具去布置的studio 七七八八的了,我看看studio的最后搞成什么 我们就处缺了听众 Ming Vy 说迪士尼发布了很多新剧 尤其是Marvel 那些 天佑 说顶不看完Mandalorian 两季 令我有想做敌狗的冲动 说起日剧,就是金制之国的友妻 阿聪 说前段觉得可以,后段觉得一般 Lau 说日剧终于争取一口气 题材选角都很棒,很少动漫电影做到想看回 Ray 说他觉得头几集有荷里活剧的感觉 但到后面几集有变回传统日剧的感觉 即是说很多大道理,和夸张的言语 over了的人物外观 最后两集还有很多不少吐槽位 Genki 说 金制之国的友妻,制作的素质是高 但个人觉得套戏一般 大巧在日本漫画玩了二三十年的打机式过间 但没什么新意,没什么气味 男主角的造型有点像木村 可惜演技很糟 只懂得看大眼睛 生其然人,个演技是OK的 可能是角色需要才弄到他这样 总之最后觉得很浓的感觉 令我觉得有点抽入来 现实感受不到紧张的气氛 就算死人也没什么太大感觉 像是给小孩看 但又要加插成人的情节 弄得两头不到我 Leo 说 金制之国没什么特别的惊喜 韩剧看另一套 出轨的话就死定了 暂时还好看 出轨的话就死定了 其实我也有开 看了六集 我自己觉得节奏有点慢 但不难看 尤其是她的头开得好 即是她的头是一个堵墙 而那个堵墙坚是开得好 我是真的想看到她 如何接到那个堵墙的位置 Ken Lee 说 说韩剧Sweet Home Sweet Home 剧情好狗血 以及CG 金制之国的友妻 可以一看 叫良心之座 Sweet Home 不差 没你讲得那么差 A Churn 说 Sweet Home 多好看 都比你说得那么差 人家改得多好 比日晚改得很好 金制之国就改得不好 有看漫画就知道 金制之国好看的地方 就是讲男主角的心理变化 在漫画中 红十七已经写得很好 不明白为什么这套剧要去改 不要紧 我们是咸语青菜各有所爱 尤其是今个星期 最主要是有两个派系的斗争 就是Sweet Home 和金制之国的友妻 有人觉得Sweet Home 好看 有人觉得金制之国的友妻好看 通常一个人画那套剧好看 就会画第二套剧不好看 很有趣的 如果有听我说 我是不喜欢Sweet Home 我是觉得金制之国的友妻OK 是OK 不代表是神作 M10 说 驱魔面馆好看 认同 这套是经常都觉得好看的作品 Lee Walter 说 驱魔面馆正在看 他说没有想象中那么惊喜 我情愿稳打稳阵都好 过Sweet Home那些 《折任皇后》 又是另一套行剧作品 很多童年的回忆 因为喝起了大长金 女主角的戏都挺长 Ricky 说 《折任皇后》 其实是改编至大陆太子妃升职记的网络剧 他说很喜欢这个题材的作品 怪不得 这么大股大陆材 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步步惊心》 《步步惊心》 又是另一套行剧作品 改编至大陆的剧 故事的浪漫超级 San Wu 说 真的有人陪我一起瘋 去看《秘密的男人》 看到第68集 由开始有老 都看到现在傻了 最划死的是 真的看到停不了 都说的 不过 看得挺开心 而且秘密也挺秘密的 另一套日剧 叫《导了30岁还是柱南》 看了一集都挺开心 而且有大叔的爱的感觉 嗯... 虽然我自己很喜欢《导了30岁》 但我自己觉得他一点都不像《大叔的爱》 詳情可以开集特别版去说 对了 因为我觉得你说他有《大叔的爱》的感觉 我觉得你是侮辱了《导了30岁》这一套劇 Thomas就说 弄至于之前推介了一套 叫做《我门不危险》 《冷酷偷懒刑警门》 他说超搞笑 要不看是损失 我想问你们怎么看 什么叫做推介 我是不是说了就叫做推介 我有说秘密的男人 接着我就叫做推介了那套劇 推介是否有推荐的意思 我现在很贵 因为很多电影我说 不是真的推荐 我觉得我看过 我觉得这样 那我是否叫做推介了一套劇 这一套《我门不危险》 《冷酷偷懒刑警门》 我当时也不是推荐的 纯粹说我看了正常的作品 Thomas觉得OK 不错 大家可以试试 因为我自己是没追完的 入正题 我们的正题就是最后一集 讲一些今年我们最震惊的事是什么 我最震惊的是 其实是我刚刚发现 也不是今年发生的事 我刚刚发现 原来台湾出了个小丸子震人版 哇好恐怖啊 好恐怖啊 What the fuck 今个星期发生的 就是香港的华立 就真的变成了 听开我的台的人都知道 其实我很支持华立 华立 其实华立 必须监插 炸了它就算了 哈哈哈哈 因为其实你说华立 我真的没有什么好说 我除了执插它 我没有什么好说 哈哈哈哈 原来的价值 就是执插它 你开什么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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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除了执插它 听开我的台的人都知道 其实我很支持华立 其实今个星期发生的 华立的香港部 将会全面撤出 解散全体的员工 接下来 因为还有 Wonder Woman 都要在香港上架 虽然现在的戏院都没开 我真的不知道上什么 现在最后的员工都会说 做完这个 宣传活动才会真的 离职 之后 你华立的电影 你在香港 用什么途径上 这些都是未知 当然你说可以赖 是赖疫情 令到你们 上演蚀了很多 所以就要开源截流 但是你们华立的高层 是不停在不同方面 努力的蚀钱 所以才搞到 现在有一堆人 没了他们的工作 我也是那句 我真是支持华立 真是支持得飞起 因为你说华立 我真的没什么好说 我除了执眼差去 我没有什么好说 哈哈哈哈 我们之前提过的 华立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将Wonder Woman 这部电影 是放在HBO Max 和戏院同时上架 其实是一定会影响电影票房 慢的都想不到 傻的都想不到 好 这个消息出了之后 去下一乘 将未来17套 都是大烟 应该都会高收票房的作品 都是用同一个政策 就是在HBO Max 同步上架 听闻说 自从这个消息公布了之后 有很多未来 都想着去找华立 做发行做制作的电影 都转投了Sony 我只能说 华立是为求蚀钱 真是不择手段 我觉得你想蚀无所谓 你不要苦了前线和你拼命的人 不如炒了高层 Disney Plus 人家花木兰的时候 有抵制 二来有疫情的关系 是极差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 放在Disney Plus 收费模式去播 其实她是赚了笑的 但是HBO Max 为什么你可以抄一些不抄一些呢 她就是将Wonder Woman 放上HBO Max 但是就是免费 这个 我真的想不通 你的脑子在想什么 好 你说当一开始的 试体大特围 纯粹吸引别人 加入HBO Max 那你下一年 那17套 都是同样方法 免费上架 是什么道理呢 我真的除了想 高层是特意想做到华立 我真的想不到另外一个解释 另外就是第二单 就是外国的 NATURAL雜誌 医学雜誌 有一篇研究的论文 它是研究在 长时间播剧 如何影响大脑接收讯息的运作 总之 最后就发现了 原来每天 如果一个成年人 看超过3.5个小时的电视 会影响他们的言语 以及记忆力会下降 我特意在这里和大家 讲一讲这个研究 大家警惕一下 首先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第一就是 他说3.5个小时 我们看3.4个小时就下班 我们的言语、记忆力 应该无影响 第二就是 继续煮 记忆力差了 都不是一件坏事 有很多不如意的事 全部忘掉 多好 第三就是 因为他说 为何超过3个小时 会令你言语和记忆力 会下降 因为看电视 其实是一个静态活动 你在看电视的时候 你不会和人沟通 你也不会和人思考 既然是这样 很简单 在播剧的时候 和内部的角色聊天 就不是正态活动 嗯 对了 另外第三个 我觉得最震惊的事 就是 我们的 印度神童的预言 那个大灾难 终于都发生了 是一个 跟Youtube一样大型的网站 叫做 女Youtube网站 说真名 我会黄标的了 这个女Youtube网站 就是因为一些安全的人 有很多人 就开始上了一些 很具伤害性的影片 譬如是伤害小孩的影片 甚至是对一些被性侵的人的影片 就造成一个二次伤害 就是每天都有几千万条片上载 我审查不了 他就决定我大型地删除了影片 你说这个做法 其实我自己认为 一,你是做得太迟 二,你是斩脚趾避沙虫 我是生气的 因为其实有很多很努力的创作者 就是因为你没有被证据 而他们的内容都可能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这样 就被抹杀了他们的努力 我其实也想起我少许Youtube的心态 虽然我自己也挺认为Youtube 但Youtube方面的审查是做得好些的 他如何防止别人亂说影片呢 其实他的审查制度算是处理的 例如他说一千个订阅者 你才可以申请有盈利 又或者你要有一定的观看次数 以及他执行你 究竟是否真的抹杀别人的影片 他那个AI是做得好处的 甚至是过分处处处的 相比起另外的类Youtube网站 就没有了 如果处处的影片,都可以收钱 那些人当然是狗冲上去 不断胡斗亂说影片 youtube 中有一个叫做Coppa Coppa的传写是 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YouTube每一段影片,Coppa一定要簽名 要确保内容对小孩没有伤害 甚至有小孩的内容,要征求他们的同意 保护小孩 Coppa很严重 如果破坏Coppa的协议,要罚钱 如果有看一套美剧,叫做Silicon Ferry 里面也有提到Coppa 是其中一个男主角 因为搞通讯软件,但没有用户签罚协议 但问题是,里面的用户全都是小孩 结果涉及儿童色情的成分 他计计要罚多少钱 他发现原来是天文数字 所以大家要很小心 当涉及到小孩的权益 现在他类YouTube採用的做法就是 既然是这样,我就设计了影片 但我觉得他们太后知后觉了 因为一篇报道掀起一连串的大波 才愿意做这些政策 但其实你这些东西 你说我不够人力,我不够物力 其实这些是混血 你这么大间公司 为什么YouTube做到你做不到呢? 我现在真的很生气 我真的很生气 你做到这样的规模 这些已经不是借口了 最后一集,看了这么多部剧 其实今年也算多事的一年 以电视剧来说,我自己最大的转变就是 看少了很多美剧 我也是主公韩剧 大家都知道 接下来我会讲少少少美剧、日剧、韩剧 大概有哪些我觉得很棒 说来说,他讲了很久 我在美剧印度录了一集 你终于可以看那一集 如果真的要我讲得一部 说得一部,今年有什么最棒呢? 我会讲美剧 我会讲Mandlorian 韩剧 我会讲热血丝制 但热血丝制是19年的作品 但是我今年看的 另外,日剧 我会被盗尿30岁 幻视处蓝痴,会变成魔法师 如果只讲一部,我会讲这部 逐个范围去讲 2020年看最棒的美剧 就是The Mandalorian Mandlorian 我已经看完了 是很棒的 有趣的是,它很简单 之前看第一季 也不会觉得有很特别的情感 觉得神剧超棒 但看完是一定好看 你不会有挑剔 加上今年整个美剧 都很淡的关系 Mandlorian 他就更加 stand out 我甚至乎都入手了这些模型 而另外一套 Aero陆战盒 第八季 其实很问水 因为是月头出的 一来是我们整个CW的 超人英雄宇宙都已经收屁了 Aero陆战盒 第八季是高质 如果你棄了 或者没看过 我只能说第八季是高质 它的高质是第一、第二季各种高质 最重要的重点是只有10集 原来集数是它的质数保证 集数越短,质数越高 我们在Lucifer 见证这个定律 Lucifer 每次一加集数,他就糟糕了 只有这两套 其他人都没看过 坊间认为比较好 有暗 另外一套就是 Queen's Gambit 这两套都是我看回他们的风评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好看的作品 Emilie in Paris 那些就算了吧 2020年看过最失望的 有Lucifer 真的失望到極点 神經病 悶到叉戒 終于是上半部分 第五季 还未捱到下半部分 另外一套失望的有 脂肪子 第四部分 其实失望并不是很难看 纯粹是我本身想着第四部分 结束了整套剧 谁知他跟我玩多季 如果你是第四部分 结束了 其实你可以写得很好看 但他就是因为要拖多季 所以剧情才禁止 我就不开心了 美剧有最棒和最失望 其实韩剧日剧就没有了 因为我是失望的话 我是不会看的 我是美剧才这么傻 我觉得失望又要看的 韩剧推荐的话 有一套叫基治医生生活 第一季 为什么叫第一季 因为它本身是一套三季的作品 今年出了第一季 未来会再出第二季和第三季 基治医生生活 其实是很容易忘记的作品 我在美剧人錄了一集 打算推介我 我是推漏了这一套 但这一套是好看的 基治医生生活 是说六个医生 在一间医院的生活 但是是那种 好像回到1997 回到1994 那种风格 坦坦然说温情 会哭会笑 而且很长 一集是一个半钟 你要有心理准备 而那一半钟 不是飞着看的那一半钟 那一半钟 那一半钟是你坐定看的那一半钟 我看不到很多人 真的有时间和心思去看 但看过的 一定是赚好的这一套剧 不止六个角色 其实是十几十个角色 而每个角色都知道他在做什么 而另一套就是 双甲小食店 十二集的作品 我自己形容的是 而就是做到老纳酒店的好看版本 其实它的馆很像 就是做一些单元故事 加一条主线去做 真的 稳稳的 我自己觉得没什么补服 是唯独最后那集 有一点事情 会解释不住 而另一套就叫火车 火车是我特意开了一集特别版 讲了二十多分钟 讲平衡世界的作品 讲查案原意的作品 其实我自己是为了男主角去看的 我看头那几集 其实我觉得一般正常看得下手 但是看完是很高分的作品 因为它的头和尾包得很好 而且每集都有伏線 但看的时候是没有遗意的 也是十二集,短短的很容易吃 没有困难,火车完全没有困难 连挑剔的位置都没有 你只会觉得开头那些位置悶长 那些位置好像无聊,无意思 但看完就发现所有东西都是有意思 火车因为其实收视不算高 但是如果你看得完 你记住重点是要看得完 通常没有人会觉得结局不好看 结局真的很好看 再有另一套叫做邪恶之花 都是愿意查案 但看完其实是外情剧 刊劇是预测的了 邪恶之花我挺喜欢的 最后半部份,即是一至八集 那些Claid Farah做得很好 那些原异性做得很好 会令你很紧张、很紧臭 很想看下一集 当然后半部份有少少弱力 但最后不算困难 纯粹是最后的节奏有点怪 令我有点感觉美中不俗 因为它的车子链得很好 另外有一套叫做回到十八岁 这套就是感动温情 搞笑 我自己觉得不算很棒 但也算是实力之作 尤其是改编至美国电影《Seventeen Again》 如果你喜欢那套电影 其实回到十八岁也不妨一看 因为我觉得以行剧来说 它改得不错 比电影改得更好 还有两套作品 其实我更喜欢这两套 但它并不是今年推出的剧集 分别有《热血丝制》 《2019年推出的作品》 以及《金科奖2017年推出的作品》 这两套我是真心的推荐 喜欢把两套作品混合在一起 因为两套 严格来说 我觉得是同一个宇宙的 因为同一个编剧作 很多套路上有相似的地方 也有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主角 《热血丝制》 其实是真心推荐 虽然我的特别版 批评了这么久 都还没拍 其实我拍了一个40分钟的特别版 但我觉得不够长 我要再拍多一个长一点的 《热血丝制》 《热血丝制》 《金科奖》也有类似的题材 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然后到日剧 今年最好看 我觉得是 《热血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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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说完 我还没站在一起 我都觉得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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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知道了 以为是那些妇女 就这样胡说了 其实不是 是真是一套挺好看的作品 尤其是我看完结局 有些位置挺有意思的 在画面上 隐喻上 他做得很足够 那一刻我就觉得 很佩服 他如何拿捏到那种 有少少迸幻性 但他真的走进一个现实的风格 我觉得很棒 他不是一套BL剧 我真的要跟大家重新 人们很喜欢 你们知道死妇女看BL剧 这一套不是BL剧 另外一套 我觉得还可以的 就是《热血丝制》 《热血丝制》 我自己还没看完 我看了第一至第四集 有两个章节 我第一章节已经看完 我觉得不错 之前提过 我觉得第二集和第一集 风格上有很大的转变 第二集是变了浮夸式 好像大和剧式那种 嬌心嬌废的剧力盲军 和第一季的平实风格不同了 但没有影响到观众感受 还有故事稳打稳阵 我也很肯定 其实他最后的那几集 即是第二个章节 都一定是很好看的作品 另外有一套叫做 《The Great Pretender》 是顶级欺宅诗 这一套动画作品 尤其是他今年出了第二季 整个故事变成了 我当是这一套剧 值得推荐的作品 我知道很多人坊间推荐一套叫做M.I.U.404 有人说很好看 我自己其实看了两集 我失败了 原因不是觉得不好看 是我真的好一般星夜月 所以我是捱不完 所以我是说不到给大家 这套戏好不好看 但有另外一套是我今年追 但不是今年推出的日剧作品 但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这套戏叫做Borda 是灵异界限 小律常做的 我看完我跟大家说是神剧 这套是日本的神剧 它是所有东西都是神 例如我刚才说的行剧 我很喜欢《易血师制》 入到Top5也好 它有东西挑剔 它是有瑕疵的 Borda是神 因为它真的没有瑕疵 它是所有的拍摄质素 它的配乐 它的演员 它的选角 它所有角色的定位 它的剧本 它所有东西都是无瑕疵的 而且这套戏是不闷的 是很恐怖的 Borda真心地真的要看 说了这么久 今年多时的一年 你说下年的展望 是否希望下年不要这么多事呢 其实就觉得有点过分乐观 我就是希望下年不要接 自己不想接的 但我有点担心的 坦白说我感受到 开始出片的动力 其实没有那么强的 我定了自己一个星期 出一条片都好 我都会觉得有点吃力的 和我以前明明 可能一个星期 我可以出到三四条片 那个差距是存在的 这个原因 我都要慢慢发掘 我还没想到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下年的展望就是 不要那么怒气 不要整天被人击 还有记得做热血施制的特别板 就这样 十分钟 下年见 拜拜 他说好 在客户中心等 我屌你老妹 我站在这里 你叫我走过去 第二个位置 就你 你有没有病啊 你上来找我 扑你啊鸡 我是谁啊 你已经迟到的了 你迟到的 我已经在等着你 在那里面 你上行人电梯 你就在那个位置 旁边 就见到我了 你够敢 就叫我去客户中心找你 神经病啊 还有客户中心有两个的 你是不是有病的 你找地点找个 你真的确认到 是看哪个的地方啊 客户中心有两个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你哪个啊 我死 我忍你